深紅色的表皮 採摘下的蓮霧個頭不小 這是種植在苗栗三彎山上的 黑鮮蜜蓮霧 是果農專程從泰國引進 細心呵護 吃奶粉長大 剛開始試種結果 發現蓮霧並沒有水土不服 加深果農信心 外型受到討喜 果肉細緻 多汁清甜 拿來與一般蓮霧做比較 市面上單顆蓮霧重量約一百克 甜度十一到十二度 約四十到四十五元 口感較為空洞 黑鮮蜜蓮霧光大小就多出三倍 價格自然貴出一倍 吃起來較為飽滿扎實 果樹年產量約六千至七千斤 不過他說種植不重量 刻意讓產量減半 目前黑鮮蜜透過網路銷售 以苗栗地區為主 三彎產柑橘 水梨及文彈 目前苗栗縣府農業處 打算透過農會及產銷班 輔導農民增加栽種面積 延商多元行銷平臺 讓黑鮮蜜蓮霧有機會成為三彎的農產品之一 三立新聞林委 這次SQ小組苗栗報導